这小子在干嘛 我还约他小弹呢 他有三刀暴击 他在干嘛 我还是要稳一点 因为这波打也很大概率在我上路 今天别说我打了一晚上,我现在打得我有点 就有点疲倦了 要走了,对面打也来了 那我又不想走 走吧,我再走吧 其他分高的主播打翡翠也有输过吧 我感觉我们这狮子也挺灰的 我感觉我们这狮子也挺灰的 别搞 我觉得,我会有点养时 我好像是个人 你会有点养时 我可能会有点养时 我会有点养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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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嗯,其实送一个也行 先别急 现在就不要急了 不给机会 不给机会那我就把他塔给拔了 无所谓的 这血量要吃果子 我现在只有一半的血量 在塔下我没有那么好操作他 没死 卧槽 其实我失误了 他还好 他接下来 还可以再死两次 死两次都会值钱 两波300块 这波应该是270 其实像我这样杀的话滚雪球也没有那么快 对 269 差不多吧就270吧 啊不 267就差不多就270 然后接下来就是100 刀慢了 多少钱忘了没看到 也不知道多少钱 我接下来我再杀他一波我就知道多少钱了 20秒 不要急 等他过来 啊 啊 我在旁 中路拆了就好打了 这种局中路 这个塔很关键 只要不死 这EDC他不死 他就可以一直站这里然后收线 你别小看一种塔 好像要交在这里 要来了 别上啊老弟 别上头 我说真的老子他妈的打了 打了这么多把 钻石大师 我是真没有看到过这种角色 能这么果断的 我打大师我其实我都很少碰到这种 而且他妈的还是烈士 真的 转一大师都不可能有这种 他们拿完大龙又能拖 他们拿完大龙又能拖 分断 该有的一个决策 像我今天晚上我打那个 那个逼个鱼一样 一波了 还挺想跑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你们说的那样的 你们不是很懂,这不是你们说的这么一回事啊,懂了不 我的意思是,我打个专一大师,他都很少能看到有这种 这么果断的决策 然后实际意思就是 他这把游戏里面,他一定有那种